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北武汉一间酒店发生堕王事件 据澎湃新闻报道 死者为原先桃市委副书记郭生元 患有抑郁症 曾于事发当日上午到酒店对面的医院就医 公开资料显示 郭生元1960年4月生 1977年11月参加工作 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先桃市政府副市长 先桃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先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19年 郭生元任湖北省先桃市委副书记 据《湖北日报》2023年3月11日报道 湖北省委组织部报请省委研究同意 拟提拔重用5名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优秀 业绩突出 群众公认的干部 湖北先桃市委副书记 一级调研员郭生元位列其中 文中称 疫情发生以来 郭生元始终保持战斗姿态 是干部群众眼中攻坚克难的灭火器和推突机 中国青年力挺巴勒斯坦 据中国多地出现力挺巴勒斯坦的行动后 6月7日 湖北武汉 两名年轻人在黄鹤楼景区展示了巴勒斯坦旗帜 阿姆斯特丹号复古船 驶往香港 正在进行为期两年环球之旅的荷兰访谷翻船 阿姆斯特丹号6月初首次到访中国并停靠上海 吸引不少人前往一堵风采 这艘已19世纪复古设计文明的快速翻船已离开上海 下一站将访问香港 这艘来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号仿制19世纪中期流行的快船制程 造型复古 但内部现代化 阿姆斯特丹号6月2日抵达上海 7日早上离开 并将开往香港 该船不对外开放参观 但游客可在北外滩宾江欣赏它 相信将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照相打卡 荷兰前女王参加大学生滑艇俱乐部周年纪念活动 周六 荷兰前女王 现年86岁的贝亚特里克斯公主出席了莱顿学生赛艇俱乐部Neword成立150周年纪念活动 这位前女王通过为俱乐部最新的竞赛滑艇施洗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艘新船以她的名字命名 船只受洗后 马上投入使用 这位高龄的荷兰前女王 受到了由来自多个学生赛艇俱乐部的赛艇运动员组成的仪仗队的欢迎 贝亚特里克斯公主与俱乐部董事会成员进行了交谈 随后 公主参观了船库 这个划船俱乐部成立于1874年6月5日 是荷兰最古老的学生赛艇俱乐部 该俱乐部有多位赛艇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 本届巴黎奥运的荷兰滑艇选手的选拔中 也包括该俱乐部的成员 荷兰警方突袭广播城餐厅 荷兰警方昨晚突击搜查了北荷兰省广播城希尔福瑟姆的一家餐厅 一群蒙着半边面孔的武装警察突然进入了该餐厅 当时还有几位客人在场 突袭的图像显示 一名在场者被警察搜身 警察还检查了停在餐厅外的汽车 该地区已用警戒线封锁 餐厅周围还放置了黑色屏幕 以隐藏调查的情况 昨天晚上 警方发言人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只是说这是一次突袭 是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 也许周末原因就会更加清晰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被捕 荷兰大学不想与以色列断绝关系 荷兰大学不打算停止与以色列机构的合作 在给报纸的一封公开信中 荷兰15所高等院校的校长表示 他们不会回应示威学生的要求 最近荷兰多所大学举行了抗议活动 示威者要求大学方面 因加沙战争而切断与以色列组织的联系 对于一些活动者来说 是所有的合作关系 而对于其他活动者来说 这关系倒据称支持加沙战争的组织 荷兰校长们认为终止合作太过分了 他们在信中写道 无论如何 我们永远不会与整个国家断绝关系 只有在荷兰政府强制或建议我们这样做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考虑这一点 就像俄罗斯的情况一样 由于荷兰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 因此荷兰大学早些时候终止了与俄罗斯组织的联系 校长们还在信中指出 所有围绕冲突的观点都必须加以考虑 抵制以色列将侵犯质疑自由 大学呼吁学术自由 调查 思考和辩论的自由 即使这与我们和他人最深层的信仰相冲突 看守内阁的教育部长迪克格拉夫在回应中表示 他很高兴大学校长赞成仔细权衡合作伙伴关系 这必须不受恐吓、压力或暴力威胁 他鼓励校长们在做出决定时 考虑整个学术界的所有声音 戴克格拉夫说 科学家可以自由决定与谁一起进行研究 以及就什么问题进行研究 这是一项核心学术价值 在冲突时期 国际学术伙伴关系 可以提供一个保持开放路线 并提出批评性反对声音的机会 不过 一些荷兰机构确实决定停止或冻结了 与以色列机构的合作 国际消息 中以混血而获救消息最强劲 以色列军队加沙地带救出四名人质 以色列军队称 从加沙地带解救了四名人质 视频显示其中一名人质拥抱她的父亲 这就是那位中以的混血少女 被解救的四人是去年10月7日 在以色列音乐节上被绑架的 其中的诺亚是中国以色列的混血儿 特别引起华人社会的关注 诺亚出生于1997年10月12日 是雅科夫或利奥拉的独生女 利奥拉来自中国武汉市 诺亚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利奥拉已经患脑癌末期 诺亚救出后住在医院中 接到了以色列总统的电话 网上也流传着他和父亲见面拥抱的视频 陆军发言人哈加里 谈到了以色列军队和特勤局 在诺奇亚拉特市中心开展的一项复杂行动 这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 据以色列军方称 人质已在多地获救 据加沙当局称 巴勒斯坦方面有50人被杀 以色列当局报告称 一名以色列士兵受重伤 四名人质被带到特拉维夫东部一个医疗中心 哈加里表示 四人身体状况良好 据以色列军方称 加沙地带仍有130名以色列人质 其中四分之一可能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丹麦首相当街挨打男子被捕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昨晚在街上被一名男子殴打 事件发生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 哥本哈根警方告诉丹麦报纸 Berlinski 该男子已被捕 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的可能动机 丹麦内阁的一份新闻稿称 弗雷德里克森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但没有进一步发表评论 一名目击者告诉丹麦报纸 事件发生后不久 他看到弗雷德里克森和几名警卫一起走在街上 首相就住在库尔托维特广场附近 他就是在那里挨打的 据报道 这位政治家今天正在哥本哈根为欧洲议会选举进行竞选活动 他与社会民主党欧盟党魁沙德莫斯一起走过这座城市 但据沙尔德莫斯称 当首相被殴打时 竞选日活动已经结束了 当天 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界人士都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 称其为对民主的攻击 正在卢森堡访问的荷兰看守首相 呂特在X表示 对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遇袭深感震惊 我祝他一切顺利 精力充沛 早日康复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洲议会主席梅特索拉 也谴责了对丹麦首相的袭击 梅特索拉呼吁哥本哈根当局保持坚强 同时在X贴文补充说 暴力在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 米歇尔亦对这次袭击感到愤怒 他在X上写说 我强烈谴责这种懦弱的侵犯行为 许多欧洲领导人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 欧洲选举期间多针对政客的恶行事件 丹麦首相办公室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天首相的预定安排均已取消 袭击的是一名39岁男子已被捕 于今天下午提审 丹麦媒体昨晚报道说 首相的头部被击中 但两名目击者今天告诉英国报纸 首相的肩膀被重重地推了一下 他们强调首相并没有倒下 另一位目击者告诉媒体 案发后不久嫌疑人就被逮捕 首相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 他被保镖带到那里 荷兰驻斯堪蒂纳维亚的记者克雷顿说 丹麦首相每天24小时都有保镖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丹麦政客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弗雷德里克森住在市中心 他习惯了到这个广场上去 习惯了和很多人在一起 丹麦人感到震惊 其他政党也表示同情 这并不是欧洲选举前夕发生的 第一起暴力事件 在斯洛伐克 总理罗伯特菲科上个月 挨了子弹中枪受伤 本周又一名最主义的 德国选择党的一名议员候选人 在德国曼海姆市遭到持刀袭击 而上周 反伊斯兰的又一民粹主义运动的几名成员 在同一城市被刺伤 而一名警察甚至在那次袭击中丧生 俄罗斯总统评说谈判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俄罗斯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但谈判应基于俄乌双方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之初商定的条件以及当前现实 据新华社报道 普京6月7日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回答提问时说 所有武装冲突都将以和平协议告终 俄罗斯不会与所有人开战 俄罗斯需要的是达成符合自身利益且可靠的协议 普京说 俄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都会实现 加快特别军事行动速度是可能的 但这样会带来额外损失 俄军费开支需与当前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普京强调 不应无端讨论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 俄罗斯只会在特别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他不认为目前已出现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 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于6月15日及16日在瑞士举行 乌克兰希望借此次峰会赢得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和平蓝图的支持 俄罗斯并没有受邀出席 古特雷斯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 峰会将于下个周末举行 联合国发言人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会参加 联合国将派出适当级别的代表 峰会的所有各方都已得到通知 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参加峰会 但俄罗斯未有获邀 沙特阿拉伯不打算出席 中国亦不会参加 美国总统拜登亦会缺席 改由副总统贺锦丽代表 好 今天的新闻就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